大家好 今天又回到後正改年代 後正改時代 今天呢 今個禮拜剛剛有些重要的東西出現 就是正式的選舉名單都出了 也提名旗截至早 29 號 今晚是抽籤的 但我們錄金的時候還沒抽籤 但抽籤之前我們就有民主黨的原海物 來一個突擊測驗 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個time clock 你們看一分鐘來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 去掛票先 各位聽眾 你們好 我是民主黨的袁凱文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就將會派出明雲章明光名單 我將會排在名單的第四位 我們這個排陣呢 其實我們都屬於一個已舊大新的形式 大家知道就去超級區議會那邊了 地區就由我們黃碧雲 和我們一眾的團隊去接棒 我們都很希望在這個選舉可以穩住這個議席 好讓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去監察政府 最重要是有一種無實理性和平的方式去爭取民主 爭取普選 希望大家9月9日 一人兩票全投民主黨 多謝你 好了這個時候 聖傳林依麗某的莊腳進來找你 問你了 袁凱文先生 請問你贈不得成包爾拉刑事化呢 包爾拉刑事化我想在香港 都需要去 是會很吸引眼球的 這個說法 但始終你講到戀愛婚姻 這件事 包爾拉會不會想一想 兩夫婦 你這樣就是歧視女性 完全沒有歧視 包爾拉也好 婚愛情也好 我覺得這也是平權 夫妻之間始終有問題 我想是同一個問題解決 我看到她很正經地回答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看回林依麗的故事先 2007年區議會選過一次 但2008年區議會選過 就首次葡萄比較 得到一個比較多的關注 撇除她之前的一些背景 然後2010年也繼續參與 五區公投裏面 即立法會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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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更刺激 就抓了大隊 四個人 民主黨都出了五個 你看見有些人都不是出生 出全名單 打了四個落場一起玩 其實你自己對她的觀感如何 你先去參選 我想是 我尊重任何人參選 都值得尊重 你始終都要有足夠的提名 才能入場參加到 我想到最後 其實選民自然會有個判斷 到時看看有沒有那個票數 還有看看票數是否足夠 就是拿回選舉案件 那你怕不怕她會空襲你 我想這個到時也會有很多主事 即是我們常常搞笑 即是原本 之前黃毓民聽到她的那個說法 哇 九西就不知道幾個婆娘的說法 就可能有些比較負面一點的說法 那現在再加了一個林依例 即是開在她的角度 哇 就是九西民戰 但我想那個關鍵 就是九西 即是比較有競爭力的團隊 我想其實都是不出過六隊 哪六隊呢 六隊 即是都是建制和泛民 其實是我的關鍵去看 那建制方面 就一 就是民建聯 那民建聯他有 蔣麗民的名單 交棒 就是九西那些全部上去 這次 是啊 陶謹申 你們當過了蔣麗民 然後之後另外 民主黨陶謹申又交了我鵬 對 民主黨又交了給黃碧雲 黃碧雲 另外建制還有梁美芬 繼續出來 又坐在那裡 白民的友好公民黨的毛孟靜 繼續 而民協呢 馮檢基又上了超級區 就是交了鵬 交鵬給 譚國橋 然後又放了老虎仔 老虎仔 還有欠五個位 都提一提聽眾 因為計算條例的要求 其實除了這六張名單之外 暫時 以我所知 還有黃耳謙名單 就是九龍城區議會太子區議員 另外還有一個黃一 就是黃大仙區區議員 但是他們兩項是畫在九龍東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九龍西選 九龍西 九龍西 對 那 我想如果大家具體 普遍都沒有太了解他 我想接下來的選舉論壇 或者很多的宣傳 都會開始介紹 但是因為他們始終那個 莊腳或者影響力知名度 其實都算是低 所以我為什麼說是六隊 那六隊都有一些區議員 在莊腳 都有 其實公民黨好像沒有什麼區議員 在九龍西 沒有 九龍西 我知就應該沒有 原本又有個黃不全 但是就排第二輸了 都輸了 OK 那 就民主黨都出了張文光 我們都沒有的 我們只有兩個區議員 那就是個半 陶緊身都已經是什麼 半個 即是你已經當他是半個了 那區議會都不是全職區議員 其實如果 其實聽到這裏 其實你對 我們暫時 這是純粹個人意見 但我想聽眾 至少我和你都認同 就是六個一個主流少少的候選人 另外有兩個就不太主流 其實這兩 其實三個 黃日足、黃耳謙和林依麗 其實林依麗我們討論了 我覺得你尊重市民 我也認同的 那你要尊重選民的選舉權 參選權 參選權 提名權 以及什麼 即我們都要尊重提名林依麗參選的人 其實你對他們還有什麼評價呢 我想在現今的選舉制度 以及特別在立法會局 始終的提名門檻不是很高 100個提名 可能我出100條名單都可能出到的 如果有100個人都想 可能 也可能 但提名門檻是低的 就是在立法會選舉 所以呢 我聽 我自己也未必這樣說 有些人說 有些人就這樣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給他們做一個舞台 給你一種自我的表演 或者宣傳 宣傳也好 有些人這樣說 就是覺得非常之划 這個都可能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我想林依麗 我想她也很著緊你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以拉認識 但是我現在就看法律資料了 鮑爾拉 其實如果真的結婚 已經犯了重婚罪 她那個 但是你鮑爾拉可以是 可以是一個分外性行為 而這件事可以即時判離婚 我想她說那種鮑爾拉 就未必是真的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 如果這樣說 鮑爾拉認識化 那即是 暗中的精神 即是背後要特務政治 特務那種去跟蹤她 都會找到 如果鮑爾拉認識化的話 即是看她那種鮑爾拉的定義 即是 如果鮑爾拉 鮑爾拉 正常來說 要告得離婚那些 就是要男的 要跟她兒子 是發生了 性行為 才是 離婚的角度不是的 即是離婚只要 各伴侶 是做到一些 是損害婚姻 或者是 令到雙方的婚姻 或者關係 水深 就繼續 因為我不知 即是 我不知 誰聽過定義 就是男的跟女的 有所謂性行為 這樣才叫做 這個是其中一個 比較明顯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 跟第三者發生的 那就是可能 即是你拖手 比較高層 避書 是女的年輕 有時候 跟她出出入入 如果老婆 懷疑有 兒子 都已經是刑事 那就很糟 如果這樣做的話 所以性行為是一個很 什麼的標準 即是 因為你性行為 要是有就有 要是沒有就沒有 你拖手是不是拍拖 你很無靈良可 而且其實結婚來說 在香港 以我所知 這個不是一個 主要法律意見 即是 你除非是有一些原因 令到她們證明了 你沒有那方面的能力 否則 如果你結婚完婚 然後沒有進 即是這夫婦沒有進來過性行為 其實是婚姻無效 如果你真的要用法律來說 你這樣那樣 即是雖然有沒有進來過性行為 我相信舉證差不多幾難 是極難的 這個社會來說是極難的 其實我們講了 都略略探討過一些 非主流的名單 其實講過 little secret 給大家聽 原來聖傳 林依麗 曾經弟子申請入 某一個泛民政團 就不是民主黨 這個政團沒有在九龍西參選 即是他們沒有計劃過在九龍西參選 很多人一直沒有收到的 但是後來就 由於她說 以一個不是 她說他們是一個地區政團 就不是一個 全港性政團 即是你不是一個區 所以結果匯絕了可以申請 但是大家想一下 都會發生什麼事 即是一個奇女子 也都可以講多一點 就是大川2012 即大川2012 就參與了五區公投的時候 當唱票的時候 故意自然會唱 大家很關心 黃毓民和大川2012 那個候選人的選情 但是我當時看回那個情況 原來那些人和林依麗唱票的時候 大川2012的人是會拍手的 原因是因為他空襲國 謝偉俊 那一個都謝偉俊很正義 哈哈哈哈 被 即是林依麗被當成是 泛民裏面最非主流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她像泛民主派的 Tea Party Tea Party Tea Party 補充資料線 Tea Party 就是自由黨分裂過 所謂比較經濟極右的派系 那個 港島區那邊 這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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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林依麗 就是林依麗 也是一種 比較 就是很niche 就是很窄的一個 我覺得她很幼 是啊 嗯 真是她看情況 我反而我覺得影響力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就是可能是比較根本地的狀 就是討論都 都挺有趣的 但是 就是我想在接下來 就是我自己反而我的focus是 就是接下來香港幾年的政治形態 政治生態 或者一些民主 普選 就是這些大議題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那我就未必看得到 嗯 那就拭目以待 總之這位女士 那就看看她會不會帶給我們一些歡樂 那今天呢 我就知道原來 另一單 我們可以說一些 mainstream一點的東西 另一個政壇奇女子 嗯 她 她叫不叫奇女子 啊 我知道你會說誰 是啊 梁美芬呢 就說8月2號 一周刊剛剛賣出來 就報道 原來就有一個旅行團 一周刊就說有一個旅行團 就都 毫宅過百萬的了 那個 那個名叫喝水思源 那就是其實帶些人呢 去東江水源頭 廣州河源 嗯 那就當中牽涉了九龍西的梁美芬 也都 還有九龍東的謝偉俊 最爆的就是呢 她的 她的 她每人 即是那些區議員去 每人用多少錢 你說 你不是說每個參加者嗎 對啊 參加者用多少錢 我想 她 幾百元要不要 正常來說 那這些團 這種規模 這些酒店呢 不夠吧 我之前公司搞過 你自己 去學院 兩夜都六七九 六七九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溫存 但是 但是 我想基本上 這些全部都是中聯辦的安排 你說 這一樣 中聯辦加入選舉 其實是非常赤裸裸 非常明顯的 他現在今次的競選策略簡單 簡單一點 其實呢 他一直這幾年都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中聯辦幫他獻債所有的地區組織 譬如旺局 就有很多就是說 旺局居民協會 就有一個比較搞得很好的組織 支持他 不如這麼說 Jony 可以講一下 其實最後的參加者 根據他的公司來講 平時搞的那些團 我們大家都猜中了 四百至八百元左右 每人小費五十 小費都五十元 但是這個團呢 是 總費用是 每人 胡數塊 即是只是給貼士 問題是 你知不知 我們在深圳都要用七八十元 你知不知 以我所知 民主黨之前搞過一個 武昌節的旅行團 都貼了少少的民主黨 即選舉一期之前 我必須澄清一下 那就百多元左右 我想講的就是 為何我說七八十呢 因為我們搭車去羅湖 都可能要用三十幾元 回來又是要用三十幾元 搭港鐵的話 那已經是 比這個團貴了 我想你 就是 當這麼多這些的例子 其實我都已經看到 麻木 其實真的會有些麻木 但我想我們 唯一做的就是 就是 依靠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我想 就是把這些消息 發放開去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 明辨是非 那你說 如果真的被這些 Bribe到 或者是 真的 影響到 那我想 這些 未必 是一個 民主 社會 我也奉勸你 不要太麻木 因為原來我所知 阿胡接位 即是九龍東 你那位候選人 就已經可以捕捉了 喂 但我想問一下 那是不是應該要 講回其他九龍東的候選人 你現在這樣 哈哈哈哈 你真是奉公受犯 節目尾再講 節目尾再講 我想 就是 麻木的感覺 不等於不動它 我想是 對策 是怎樣應付這些策略 我的麻木 不是說 哎呀你又不弄我 只是 是策略 即是他做這些 擺明是做的 即是你已經 都算了 如果他做得很 尾摩 他怎會被你炒到 那他根本已經是很赤裸 他都完全是不想著 怎樣 即是不會透透 往往已經是 擺明是 我就是這樣玩 你 耐得我可 這些策略 例如你見九龍東 有很多 今年很多傳媒都報 就是中聯辦 就是幫 兩位 那兩位 即是每邊幫忙 就是不斷拉票 嗯 直接去北加龍西 勸退了原本的工聯會 周年橋 周年橋 那樣 而今早 晨操 是 晨運 即是落下 見街坊 然後就撞到 梁美芬 即是我和黃碧雲 對 梁美芬就是有很多的地區裝局 區議員 其實他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每個區議員 可能是晨運 就是組織 就幫他拉一大堆人 那 就等梁美芬就過去和他們接客 聊 聊天 說 hello 那你見到他不斷是 拉這些組織 剛才我說的 網路居民協會 或者很多地區的組織 他就是靠這些 組織票 或者可能這幾十年已經是 建設好的組織票 令到他這樣做 令到他去完 你繼續支持我 你組織 然後他又可能再說兩句 支持 你未婚 還要推動回大陸 這樣 變了 這個策略上 一定是要去打 要讓市民知道 這個是絕對 絕對 我一看 剛剛開了維基百科 西九雙龍龍有31個區議會議席 很多的 你想一下 每個區議員 31個 我當作是全家龍西 全部家龍西 全部家龍西 全都家龍西 每個所理500票 這麼多都15000 好像有分析 15000 16000 都應該拿到一隻 九龍西是不是蠻蠻蠻 你沒那麼少 我看25000 25000 如果是6700 那你想一下 每人700都已經21000 那所以 他的策略呢 中聯辦就是 幫他拉了中腳 但是 都有個 他們其實都有個很大的 很大弱處 老實講 那些區議員 為什麼一直都不肯入左派 其實 那個忠誠度 就是在共產黨的角度 那個忠誠度 其實都是 但是因為 你記住 你左派你那些 建制派 他們不是為你 是為你一的 所以中聯辦 那些人呢 喂 不忠誠沒有人要 利用到你就行 做好交易就行 做好交易就行 傳統外國陣營那些 工聯會 民建聯 或者我聽到很多 土製炸彈那些 我想是非常忠誠 土共 對 叫做傳統外國 但是你說中間那些 沒有黨沒有派 如果他真的那麼忠誠 為什麼不入 紅色背景的 問題是他們覺得他們這樣做 現在已經 利益是大很多 比起 又盛又盛 兩邊一路盛 但是你說 長遠 老實說那些人 在回歸之前 甚至是 剛剛80年代的時候 宣佈說 香港需要回歸 民運 熱散民那些 全部 全部都是 怎樣說 都是比較抗共 反共 那種 其實那些 中間那些 真的超級太利益 或者我說回 剛才因為九龍東的問題 Johnny真是好聽話 這次 就跟大家說回九龍東 由於我們提及過 一些九龍東的候選人 特別考慮謝偉俊 說回九龍東的候選名單 分別有 胡志偉 按這個 報名先有次序去講 分別有 民主黨胡志偉名單 工聯會王國健名單 民建聯陳監林名單 謝偉俊獨立的名單 公民黨梁家傑名單 獨立的譚香文名單 社民連陶均衡的一日名單 人民帝衡的王陽達的名單 另外還有 嚴奉治名單 和終結雲名單 最後那兩個都一個 比較獨立的Canada 我想我履行了外法律 不知道我可以繼續 很煩 我經常覺得這個 做節目很煩 做節目是要的 做節目是要的 其實他們都以往很依賴 中聯盟的動員 其實你這樣看 去年梁美芬的勢 都好像輸輸 都在問水 特別是你們的名單 第一是黃碧雲 黃碧雲當時黃寶中選區 亦都傳出了中票儀雲 其實你整體來說 對梁美芬的選情 你覺得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穩陣呢 你計算的數字是三十一乘七八 好像二萬一 我想你首先 你不要小看每一區區議員的影響力 就算譬如我們民主黨 有當區區議員的地方 其實都是發現 各區的民主黨 在立法會的投票率 或者支持度 支持的票率 是偏高的 是偏高的 所以在這一個角度來講 我當他們就算不太忠誠 但是他肯幫梁美芬去沽票的話 可能未必拿回區議會的票數 但是你說拿回區議會所得的票數的一半 一半 就不是說很難 譬如在我的區 我的現任議員 他在說是贏我 那時候是拿一千六票的 那麼他要拿回七百票 八十票 是不是這麼有難度呢 我就覺得不是說這麼難 你當時那個議員 即是連任成功 那他是不是新郎德的 他也是 什麼名字呢 仇鎮輝 仇鎮輝就是E15王國藍 其實他本身是九龍社團聯會 不過我都不太了解這個人 九龍社團聯會這個組織 就是中聯辦一直的所謂地區組織之一 九龍不是九龍社團 現在叫他統戰 在你的角度就是統戰了很多 統一戰線 就是農錢 策略上是成功的 我想是在中聯辦的角度 策略上是成功的 策略上是成功的 我想是在中聯辦的角度 是啊 因為剛才說的 飲水私圓之旅 真的有九龍社團聯會的會長去到 一周刊就拍了一張照片 就賣了 有哪些人坐在那裡 那我們可以對一下名字 看看會不會有些發現 例如我見到 剛剛我見到 高寶寧 那張圖是那些sitting plan 這樣叫高寶寧 高寶寧是為了議員 名義上是西舊新農曆的一個地區顧問 九龍社團聯會永遠會長 還有什麼名字 就是高寶寧 你看看還有什麼名字 你覺得可以 梁偉權 梁偉權 不用說了 輸了給文協兩票 他贏還是輸 梁偉權是輸還是贏 梁偉權贏 他得亮是旺角西的區議員 我猜都要選舉程庭 我猜他那區都要 他得亮都有 但我心想說區議員選舉程庭是幾耐效力 一年左右 他那是司法程序 但因為你要查證明 你要證明了真的有種問題 你之後才可以繼續做事 但梁偉權那區就因為兩票 但因為已經告入了一些人 那就機會很大 是 對 你看到他是這樣 剛才看到 高寶寧 剛才看到 這邊還有很多 面那麼多 你隨便抽一個 你選多一個 還有陸永文 陸永文是深水寶區的委任議員 由尖旺就梁偉權 高寶寧 和許得亮 我們看看會不會抽多一個 然後 李煥南 也是隔離區議會的 李煥南 李煥南 我就在這個西九新動力的區議員名單 看不到 但我只知道他也是一個親建制派人物 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 黃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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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肯定是西九新動力 因為他是 黃敬 黃敬 我想這就是 幫梁美芬 沽票 都 無容置疑 我覺得 這樣搞的 會算有點不值 黃敬 黃敬不是港島區的工程師嗎 黃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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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鄉是觀塘區有區議員,尤堂四川之一 可能我們說不到那些名字應該是幫謝偉俊 所以是謝偉俊或是梁美芬的人 但這樣說其實中聯辦這麼幫梁美芬 有傳聞文件來跟梁美芬的關係 老實說因為在拉票那個角度 其實始終他們都是有些衝突的 同類相識 去到投票的利益上都有一些會國為鬼胎 我想這一個又不是有什麼出奇 不是講到我們建政派,他們全部都會抱頭抱頸 唐良之分 鄉市派已經亂到七彩 你們又見到自由黨經濟動力 那邊有戒票,大家互戒都戒到鬼五馬龍 顯然九龍西特不是最混亂的 新界東是20張 新界東是簡單一點的,你說我六個欠五個而已 超級區議會選舉 白允琴是不是都是類似的情況 白允琴呢,我覺得這個情況很詭異 他也挺有趣的 講的就是會找到超過20個的太平 現在好像加了17個 然後就表演給公眾看 出來的時候 臨報名 當晚很多人打電話給他 切,切下一個,切下一個 他就等不切了 馬上先報名 製造的異魂就是 中共都要打壓他 但是他勝傳是黃發叔 博暗了他的 唐營的人 其實你看到民建聯和工聯會 似乎是偏向良營的 他最後投票的都是橙能振營的 我猜一下 我覺得就 但是民建聯公開表態 但是客觀效果 我自己反而是擔心 白允琴的出現 會令到泛民的選情是不利的 為什麼 我的分析就是 建制派 特別是工聯會、民建聯 他們的派其實是很 loyal 是很忠實的 李維琴 他少一些遊離票 在他們那邊 泛民其實就是 遊離票也挺決定性 你見2003年 但是你是不是覺得激進民主派支持者 可能會投白允琴你的意思 又不會吧 因為現在泛民那三個 都不由你 我想這個角度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激進民主派 他們可能有些玩的都有機會 但是他們可能會玩白票多 或者不去投票多 我說的是中間的選民 是很中間 因為我身邊都很多朋友 有些年輕的專業民主 他們對政黨是非常之反感 覺得議會有很多爭拗 在你那邊可能會說 哇拉布、司法復合這些 那為什麼他們又不支持建制 建制是一個做實事無樣的 那種保皇 但是又想做實事 這個可以是一個很矛盾 但是他們普遍對政黨沒有什麼好感 我想這個 大家如果見到很多的民調 或者是坊間的調查 大家都見到香港的政黨的支持度 是很低的 就是說都不會超過20%的支持度 那所以白允琴的出現 很有可能是可以拿到那些 對政黨反感的票 本來可能去了民主黨 可能去了民主派的 都被他戒了很多 可能戒5%、6%都不出現 那整體來說 你對超選的選情你怎麼看 如果說到這裏 我擔心的 我擔心的 我擔心是我們民主黨 拿不到兩席 那現在就說回超選其他 就是民主黨 就是貴黨的 陶謹申 和何俊仁 然後就有黨的 民協的奉冤基 還有民建聯的 劉剛驊 和李維琼 不少得陳婉嫻 還有公聯會的陳婉嫻 是啊 OK 那其實 這樣說 其實你覺得 如果照你的邏輯 你覺得其實西舊新努力 和民建聯都是穩定的 西舊新努力 民建聯和西舊新努力 最大的優勢 他們都是很多的裝腳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 穩定程座比較大 只要他們不要一個選舉論壇 或者是 即是公開接下來 有什麼大件事出現 那我想他們那個票數 大件事 算了 上海遠 I can wreck on you 他梁美芬一定會說錯話 那句話沒問題 但是不要 一定要有很大的黑材料才行 即是不要很大的崩潰 可能趕錯話 被你loop一下 懲罰水民那些 你說你是妄想 用他兩下 你說是不是很大影響 真的要是黑材料程度 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你用他幾個 他答得不好 其實客觀效果 最多是被你跌1% 都好了 你現在真的幾個% 你想想 你當年毛孟靜 一定輸給林美芬幾個% 所以港版都輸 嘩 都輸1% 是嗎 1% 不知道2% 還是3% 但是1%是8%和9% 8%和9%其實是差很遠的 OK 這樣說 好了 其實建制派的選情是說 其實 回到泛民那裏 都有民主黨 公民黨 人民力量 還有 說真的 人民力量 算不算泛民呢 我們不要用泛民來談 好嗎 或者用這四個 我們 我知道有些令人 接受不到這個制限 我覺得泛民是一個 很統稱的一個制定型態 反對陣營會不會公道些 如果是這樣 我想這個字眼都沒有所謂 反對派陣營 四張名單 四張名單 你覺得誰會死 你自己覺得 四席差三席 我客觀我覺得民協是最難的 最難的 為什麼呢 現在知名度是相對低 但是不要忽略他 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因素 就是他有15席 深水埗的動員能力 當圓15席就不是全部九龍西 但是12、3席都是在九龍西 還有深水埗 Johnny又說得對 那個動員能力 就是非常厲害 俗稱深水埗黨 現在常常說民調 就是調查譚國橋可能 那個支持度 可能只有兩三個巴仙 這個有沒有包括這個 有沒有顧及到那個 公公婆婆那些嗎 不是公公婆婆 那個公票能力 公票能力 如果你說客觀的調查 已經是包括了這個 那我想就應該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原來是一個 就是沒有包括這些因素 公公票的因素 其實他們很厲害的 就是你知道 深水埗 其實上屆都說 票數是第二多 很多的 其實你看到這四個 就是民協 民主黨 公民黨 以及人民力量 最多一張就是民協 十幾個 之後就變成民主黨 民主黨 只有一個半 還有有一個問題 就是相對於你們的另一個悲情 由於社民燃之前說過 王航永會代表社民燃出來的孫九西 那 但結果他就因為身體有事就沒有選 現在很多人就 因為一來 基於公社兩黨 五區公道合作之後 其實我身邊都聽到一些社民燃的朋友 他說 公民黨是會投給毛孟靜的 其實他們都 有些人會投給了人民力量 但也有很多社民燃 還是社民燃 而不是人民力量 是會給了一票毛孟靜 公民黨 他毛孟靜 不過他自己是基本盤 其實 就似乎看高了一線 其實你對毛孟靜的選情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是 你說的那種 我知道有很多很專心 那種他們會寧願選擇公民黨 這個我很明白 但是我們說的 不是一小數人的感覺 或者是那個表態 可能我們平時在上網 或者是參加這個政治圈子的 接觸那些人 可能會有一定的政治生態 但是事實上 外面 整班人 發覺是不是這樣呢 公民黨有個弱點 給別人 未必是真實的 但是有個弱點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 他們太過藍血 就是一個感覺 我不是說他們的藍血 只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還有覺得他們的地區工作 是非常之堅決的 這個是一個感覺來的 再加上去年都受到 外用軍港權 外用軍港權 雙非等等這些影響 有不少人是對公民黨是反感的 有些朋友 也都是對公民黨的反感 他們曾經跟我說 就是一個比喻 就是說公民黨是一個高級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高知識的知識分子 就是一些律師 或者是專門玩這些手段 就是覺得 就是被人投到說包含素 那些 當然我也會幫他們解釋 整個司法程序 就是整個公義上的事情 但是他們給不少人 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變成 我想這件事情 公民黨是要克服的 那你說至於去到毓曼 就很簡單 其實都是給別人的感覺 是太偏激 太暴力 例如有些街坊 就說我們選一個議員出來 不是想15分鐘 他就是出來 就是被人拋出議會 就不用早去喝茶 就是這個也是他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但是他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大的 就是你看到 尤其是拉背之後 他的聲勢是非常之好 但是很多民調都顯示 他的支持度是非常之高 那我想他依靠那個影響力 或者個人那個魅力 其實他找回那個姿勢 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嗯 就是他比較靠意識形態去打 就是他用他的政治理念 好了 其實說了 都其他泛民政黨 我講了一些主流 非主流民黨國 最後講回民主黨 就曾經 就是有人 就是剛剛 之前查會的報導 就說原來 因為其實你們的名單裡面 頭三名都是一些教協的背景 黃碧雲是教協的秘書 那張文光就前會長 現任副會長 就做了處理會長 由於 由於教育界 他本來有Candidate 身體了一些事 那麼 李耀基也是教協的Pay Staff 然後到你和另一位候相莊廟上 其實就 最初有一個論述 就說 其實計過教協 其實也有這麼多會員 這個其實是民主黨 你們說出來 教入這麼多會員 其實 不是沒有機會拿兩席 然後隨之 而你呢 就說 有很大的反彈 就特別沒有那席 就說 你們是不是講大了 我其實就想聽一下 你們會 在這件事怎麼想 我想的 始終 張文光 在議會這麼多年 那個知名度做了的正職 我想是很多的街坊 或者很多的市民 就是 你見到他開街站 就是 很多人是衝過來 是跟他握手 讚揚 表揚 那 變了 在一些 我們現在的判斷上 其實 張文光進來 我們整條民主黨的名單 那個支持度 是 飆升了很多 這個是事實 那 變了 你說 我們的目標 我們是想進取一些 設定到兩席 你說 是否完全沒有可能呢 其實又不是的 你說 如果我們是做回 那個形象正面一點 那個競選工程好一點 我們說的是 拿回 32%的票 或者三票有一票 是投我們 這個 如果你不要想太多 其他名單 其實三票 投一票 其實都可以說是合理 譬如 04年的時候 陶養生當年 未爆出匯標的 醜聞的之前 其實那個投票 那個支持度 去到37-38 嗯 即你們當年的現代 當年都可以這樣 是 即是想好樣的 當時 那時候不是 08年才不是很好 04年的時候 第二名是陳家衛 陳家衛 那時候就是 現在退了黨 但是當年是有這麼厲害的 都可以 那你說是否 完全不可能 又不是的 你為什麼說 這段時間 不可以有幾個候選人 是 即是突然間有一些 很嚴重的 過失 或者是缺陷 這個 都有機會 即是你看到唐良 都可以 無端端爆那麼多東西 對 所以我不會覺得 這個是廣大了 絕對是有大小挑戰的空間 但是 我在想其實會不會可能 結果救票 拿了可能兩成多些的票 結果 夠了 夠毛孟靜又 不夠把民國說 但是反過來 如果毛孟靜又死了 然後 原來你可能 效果是 即是解了一大個分 不能取得那麼盡 可能建制派就只剩一隻的時候 其實你怕不怕 會承受這個問題 因為 其實08年那時候 就是 港都區陳淑章排第一 月月未排第二 當時其實也有人問過 我聽陳淑章說 喂 如果你這樣搞壞 因為為了你們兩個拿兩成 結果搞壞了 either 何秀蘭 或者搞壞了 金乃威 你難心過不可以得去 即是當年 四年前 是有人這樣問過 陳淑章 他就說 投票率低 他說當時他沒有猜過 投票率是低成這樣 因為當時 公民黨是拿了 10萬 10萬張票 沒有希望拿到 但結果後來好像 8萬鬆一點 我沒有記錯的話 當年是葉劉 當年葉劉 曾六成 建制派 結果 另外剛才說的 四個泛民人 都是那四個泛民人 多算 我想 始終我剛才都說 我為何說 不太喜歡用一種泛民的角度去看兩樣東西 始終他們都會各有自己的想法 各有自己的利益 但建制派呢 建制派其實他們都會 九西的那些 九西已經是談好了 但只有兩條隊 即是兩條隊 那些是完全估計不到 那些是完全估計不到 即是 九西九東相對是穩定的 即是已經談好了 你見九東他們覺得有機會 對三條名單出來 九西的就是兩條 九東就應該3比2 然後 2比3和3比2 即是民主派做得不好 不是 因為建制派 是有中央祝福 是有整個中央的資源 即是有個聯絡 不是 統戰的聯絡上是好很多 那泛民其實 技術上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的 我沒什麼信心 可以聯絡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想想 YM都做過這麼多事 算了 算了 他都做完之後 他自己來賭 不要提 你當年這樣說 其實我想 阿遠都說得對 但是有些事都是比較難猜 因為當年其實 沒有人猜過CP 會參加五句公投 亦都 我想當年是很多 亦都是很多 我想在民主道路 爭取方法的分歧 令到大家的感情 或者 即是 可不可以完全是無私的合作 即是 那個可能性是比較低 就算沒有那些事 其實都是 都是難的 嗯 民主黨 我想都經歷過很一段時間 就是非常之 認識個人 說是 即是很大的形勢 完全是大家 有機會就想 你見譬如 譬如宇若薇 當年參選 其實在說 其實就是 勸勸了金奈威 對 之後到陳方安新 出來 又是這樣 嗯 有很多 譬如九龍東的梁家傑 也都是 民主黨多次 很多人都是幫忙 其實 這一方面的策略 去爭取民主 其實 就是 民主黨都試過 那變成 一路 其實都是在調整那個策略 可以不可以呢 港島 你說搞類似五區公投 其實 港島 那時候的 補選 其實 某程度都做到這個效果 對不對 但是做完之後 有沒有作用 即是 有沒有一個客觀的作用 可以說 民主近了 即是爭取普選 沒有 所以為什麼民主黨就 堅持著呢 就是 去fine tune 那個策略 那一零年 就政改 政改 那個談判 那個談判是封開 當然是被人 enable 到密室 那你 即是談完會議記錄 那些談過什麼 完全是說出來的 即是你時候都拿了出來 那些東西都 都拿了 完全看到 但是那個客觀 客觀效果就是 始終現在都新增了 十席的立法會 一個變相直選 然後那十席呢 其實那個普選成分 或者是那個民主成分 都是非常之高的 即是沒有五席的直選 另外那五席的 人數都是三百多萬人 那希望我們覺得 即是這一步是一個突破 即是這一步 這一步是一個突破 那 那今天就 咦 看到個鐘 咦 是不是有人響著呢 差不多 其實今天 差不多5點 現在 差不多5點 我們錄音 聽眾聽不到我們5點的 那最後 我想都未必 即是 因為這個節目 其實我也可能會影響 在Canada 即是未必 即是捉獻到 你當選 即是如果你當選 我相信是一個 哇 即是你拿了七成票 我要當選 即是你要七成票 即是七成票 都未必可以 如果你另外一個 一成二你都過了 七成 但七成是一個 即是我們如果有兩隻 我不會 這個就講大了 兩隻 兩隻 我真的 非常之努力 那 即不論結果如何 我相信都是一個 即對一個政治發展 即對你本人 對香港的政黨政治 其實都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 都祝願你可以在這裡 有一個 愉快的經歷 即是可能愉快 就 可能是 有些人覺得是當選 即是七成票 但有些人可能覺得 即是 坦白說都知道 我自己的目標很簡單 民主黨今次太的隊伍 就是新東三隊 新西兩隊 然後地區直選 九龍 即是九龍香港 加上三隊 加上地區那邊 都已經是八隊 嗯 再加上 功能組現在沒有了 但是 但是 你們好像臨時出了 吳永輝 是吧 吳永輝 但我自己就 我自己覺得 其實如果在地區八席 拿到八席 即九條名單拿到八席 加上超級區議會 拿到兩席 十個 是啊 已經是 即九個 不是 應該我剛才數到 是七個地區 哦 因為三條 如果拿到兩個 都已經很好 二二三 那裡已經是 九個 這條如果拿到九個 其實都已經非常之好 也都是接下來 可以爭取普選 1617年 那樣呢 其實那個力度 是可以大很多 嗯 那好啦 其實今天要完 即今天都差不多完 但在完結之前 都要做回一些 循規導舉的事情 那就是 建築測量 及都市規劃界的候選人 剛才提出了一個民主黨 吳永輝 另外有 建議柳修成 各族連任 還有謝偉傳 我見到 我見到阿遠有些灰 聽到這些情況 那可能九龍西 分別有 梁美芬名單 黃碧維名單 毛孟靖名單 譚國橋名單 蔣麗維名單 黃毓民名單 黃耳謙名單 譚國橋名單 黃日毓名單 還有林伊麗名單 九龍東就有 胡志偉 黃國健 陳鑑林 謝偉俊 梁家傑 譚香文 陶君行 黃楊達 嚴奉志 和終結運名單 還有區議會第二 俗稱超級區議會員 習白問琴 劉光華 李慧琼 陳苑行 桃謹申 何鑽人 馮檢基 後正那時代 今天來到這裏差不多 希望下個禮拜再聽眾 繼續留意著我們的節目 好 我希望下次不要說新東 我據說我們下次的嘉賓 是新界東的候選人 即是 20個名字 我不知道怎麼辦 好 好啦 先跟另外一個說吧 拜拜 好